为什么两个大学本科毕业生跑起了外卖 我俩刚开始认识,都是在工厂上班 他在福建宁德时代所生产厨管,工资有一万二 我在江西做文员,工资有两千 婚后一年,我们商量一起来了深圳 他进场工作了一段时间,又做回了老本行 手机触摸屏前段工程师 日复一日让他感觉非常厌烦 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 一天十四个小时还没完 领导经常批评他为什么早退 是的,没错,上班十四个小时还能叫早退 因为他的同事都规规矩矩 加班到十一点将近十二点 甚至凌晨才敢下班回家 他这个人比较特立独行 他说我事情都干完了,干好了 为什么还要在办公室熬时间 别人良率干到70%,他能干到90% 但是领导新官上任,你比他早走 那你就是在打他的脸 所以领导经常针对他 他的两大恶习 吸烟,嚼冰囊也是在上班这几年养成的 一天十五十六个小时上班 没有这两样东西还真是难熬 最后一气之下 我和他说,别干了吧 我们去广州开网店 不赚钱就不赚钱吧 人生不过两万天 开心一天是一天 走之前他领导挽留他 说小刘啊,你这个人能力是不错 就是不服管 只要你每天能够加班到十一点 我一定不会再找你麻烦 读了二十年的书 出社会还是要做牛马 有时候想想,真的不如不读书 读音